好 我是吳宗憲 我是吳貝塵 厲害了 今天來了兩位好朋友 對 這個畫面上 感受上肯定是非常厲害的 是的 有一種較勁的感覺 第一位是一位年輕人 這位年輕人非常辛苦 前陣子啊 這個聽說罹患搞完奶 不是 他是說你罹患搞完奶 有位說我罹患搞完奶 他是有這種話嗎 我覺得你要減輕一下 不然喜歡你的人會很緊張 有什麼好緊張 以為你六月三十號是因為 你知道 我決定先讓他休息一下 那晚上休息就好了 都像話 什麼好玩奶是誰呢 一起來歡迎我們康公館的老闆 康康來囉 我好你乾杯 嘿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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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成功 嘿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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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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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杯咧一大湯 有老人家在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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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鮮親親 有此外景 那聲音說是白 是相見 我出一張我身不留意 風格之人的保持 酒量若我先退去 當時酒品很高品 若是要吵架不過氣 千年快點賺酒池 冷啊冷啊不冷氣 水流水大家歡迎 若若是深淡結尾中 就來臨 酒濕的酒廟 好你都知道 好你都知道 風格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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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憲哥好 謝謝 哎呀 這個歌唱真的是蠻好聽的 而且有味道 這個當年啊 就是他在PUB裡面啊 能夠揚名立萬 一戰成名的一個歌曲 這個是PUB英雄會 比賽得到第一名的歌 第一名啊 聽說在上海是破財是吧 聽說是你安排的是不是 還有 還有在下海 就剛好在睡覺嘛 然後那個 那個小偷進來 兩個人 然後偷走 就是你在睡覺 然後他在客廳偷這樣 你在房間睡覺 你門是繁鎖的嘛 然後他在外面 是電腦跟手錶啊 什麼通通拿著 他可能要偷電腦 然後看到手錶 也不知道手錶就隨便拿 結果最貴的是那個手錶 小盒帶我去買的 真的啊 對 一個35萬 35萬啊 對啊 哇 你真浪費 你的也被偷走 我現在都沒有在戴啦 不過為什麼會跑到上海去啊 聽說是 你看高大哥今天沒來你這樣 他來你敢這樣講嗎 講話 欸 老師啊 已經是個大哥級人物 那個造型也不弄這樣 老師那個頭搞得跟臭幼一樣 那高大哥出場 不是我們這樣隨便講 他還要有這個湯頭 等一下 一定要有Stand 他的信物有帶來 響尾蛇Stand 那真的是他本人來的 是的 各位先生 亞洲永遠的天王 高麟鋒 來囉 我的天啊 天啊 天啊 騎馬 騎馬 哇 哎喲 天啊 好想要在他褲子上 下西洋騎喔 嘿 鬼神 我一陣浪人的秋風 阿巴拉米的人 我的心最離憑中 為什麼 秋色的秋風 沒有人說再見 說這種 沒有相信的母 我隨著風而去 風而去 翻秋風黑 我不翻秋風天 風呀風呀 請你給我一個說明 是否他也真是外面最關心 風呀風呀 不要去問他有錯 請你為我去問人 他的好名 風呀風呀 請你給我一個說明 是否他也真是外面最關心 風呀風呀 不要去問他有錯 他也蟲蟲 請你為我去問人 他的好名 體力真好 旋轉木馬 來了 哎喲 天啊 你看這個招牌動作 奔回本壘滑壘成功 蛤 沒錄到 啊 蛤 什麼船來了 哇 高大哥 你這 只要有高齡風在的地方 這個地球上 anywhere 他是充滿歡樂的有沒有 真的 哇 厲害厲害 剛剛那個出來有沒有 拿槍騎馬那個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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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話 我一定要講 而且要我先講 你知道為什麼我先講 他喘得已經不成人形了 他很辛苦 我覺得太敬業了 對啊 但是有一個地方 我們用什麼來回饋給他 欸 高大哥 是王牌大明星裡面啊 史上上對最多次的一位了 來你們節目呢 我可以感謝你哥的幽默 對 他的氣質 再加上今天我還知道 你還請了你的徒弟啊 這件事一敗塗地啊 沒有 你們io 剛剛他們這個表演 我還是要跟你道歉一下 為什麼 這怎麼一出來 這沒禮貌 還說什麼 你頭髮像馬來模 你看 她說我臭幼 你覺得60歲的人 你們聽力會那麼不好 合得一道牆 不要... 演唱會一起啊 兩個人 10月24 10月24號 你那個時候退休了 不然我們就請你當 他們的演唱會 我決定要去幫他們站台一下 真的假的 好朋友啊 大家一起去玩一玩有什麼關係 那真的要拜了 叫我拜了 他又咬我的 難得 你會習慣動作要趕 頭髮出半個鐘頭 難得有機會啦 好不好 咱們就到時候上海見了 10月24號 剛好我們這個節目上海也看得到的 但最重要的是 我覺得上海這場演唱會 一定會非常的精彩 一定要的 那還用說嘛 國高大哥恭喜啦 最近又要演電影 對... 就是一夜台北 演黑道大哥 對... 你演黑秀大哥 都還... 每一個派人 就很奇怪說 你為什麼這麼傳神 啊... 我說很簡單 每一個黑道大哥 跟我講話那個眼神 我到現在還沒忘掉 對... 久病傳良醫啊 對... 三折功而成良醫 他們說你怎麼演得那麼內斂呢 我說因為那些大哥 要害我 我也看不出來 也是說 其實...